作為今年搖運會首度引進的示範項目 電競29號進行英雄聯盟的決賽 絢麗的燈光效果和主播現傳播報 帶來和傳統運動項目截然不同的視聽饗宴 而中華代表隊也不負眾望 在季軍戰以3比1 輕取沙烏地阿拉伯收下銅牌 第一次披上中華隊戰袍 選手們都餘有榮焉 這是第一次有這種代表 代表自己國家的那種賽事 感覺背負著更多人的期望 就是希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績 感覺很榮幸 就是正是有點機會列入運動項目 就是感覺是電競這個項目的一個大邁進吧 加上今天英雄聯盟的銅牌 還有前兩天傳說對決的銀牌 中華代表隊這次參加的兩個項目都有好成績 30號登場的新海爭霸也是坐二望一 國內電競實力無庸置疑 但社會觀感和風氣確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跟風氣上面有關係 因為畢竟以前的風氣這樣過來 所以導致很多的家長的一些 就是比較刻板的印象吧 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其實也有想過 到底要怎麼去做這樣的方式 去讓電競可以比較更加的正名化 更加的有意義 它並不是一個只是打電動 就是壞小孩子玩的遊戲 雖然今年還只是示範項目 但電競在2022年 杭州亞運已經確定將成為正式項目 甚至有機會登上2024年的奧運殿堂 接下來要如何扭轉國人的刻板印象 推廣這項運動 將成為電競產業的最大課題 亞運聯合採訪團隊 印尼亞加達採訪報導